動土儀式開始 第一產開工順利 第二產動土平安 第三產圓滿吉祥 英哥奉明臨時站12月20日 舉行開工動土典禮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委吳澤成 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才 帶領鐵道局 承辦廠商 及立法委員蘇巧惠 與地方民意代表 里長一同進行開工欺負儀式 同時向英哥相親 報告這個好消息 未來這個站 會變成永久站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這些日子也一直 跟鐵道局來討論 比如說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 機車或是腳踏車的停車的空間 然後在113年起用 到大概119年 這大概5年多的時間 起用臨時站 然後接下來就轉到 我們19年的第四季 就轉到這個永久站 大概是我們大概是這樣的規劃 從英哥到桃園8點多公里 那麼沒有一個站 各位了解嗎 我們在台北市的捷運 大概800公尺到1公里是一個站 所以我們經過建議之後覺得有道理 應該要有免之前的政府的承諾 第二個這樣的一個交通的便利 不應該因為相關的這個因素而影響 讓它遙遙無期 所以行政院就決定 那麼合定這個計畫 所以今天特別跟蘇喬惠委員報告 你所交代的今天動工 英哥車站與桃園車站相距8.2公里 居中的鳳鳴地區民眾 催生鳳鳴車站20多年 遲遲等不到車站動工 引起地方強烈反彈 經立法委員蘇巧惠 及在地民意代表里長共同向中央爭取 最後中央決定先打造一個臨時站 並且6.1億經費全由中央負擔 所以今天在這裡 我們是用最歡喜的心情 來跟大家彼此分享 為這個工程祝福 鐵道局北部工程處處長 郭靈堯簡報時指出 鳳鳴檢疫車站為地面一層 鋼架構車站 月台形勢為兩岸閉市月台 踩雙向單軌運行 設置兩處出入口 兩座電梯及兩座樓梯上下月台 並以無人檢疫站設置電子票陣 預計2024年完工通車 記者沈金華新北採訪報導